请你帮我把这边所有的区域的东西都开出来 并且帮我把号码输出之后 然后变成不要重复的 就是它有两组 一个是有开出 一个是按照大小排序 那可是我就是只要一组就好了 那怎么办 然后一个方法就是 算它的index到哪里到哪里 一半嘛 所以你可能就是 你的index就是 除以2开头 总长度除以2 比如说它总共假设12个 它应该从6开始 从012345 应该从6 所以一半开始到最后一个 你可以用一半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方法 你用set 看哪个方法要简单 然后就逐一怎么样 把每一个号码 像这个是 这是什么号码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场 所以开讲 这是什么号码 这是什么号码 或者你知道的 像双银彩把它print 就是一个双银彩帽号 一个 然后威力彩 然后什么呢 反正就用个清单出来就对了 把它print出来 就是这个作业练习 这个可能就是后面 我想我就不做了 每次好像感觉都是我在写程式 每天好像感觉我写不完的程式 OK 所以 OK后面发现 对 我应该开个头 剩下你们去完成好了 因为我都讲过了 应该可以吧 我觉得我该讲的 我不是说我都没讲 然后就剩下的你们自己 当然不可能 那就剩下部分 请各位再花时间 甚至之前很妙 因为我除了爬虫我不是只有教python 我最早是用VBA去爬 VBA可不可以爬 VBA也可以爬 OK 然后呢因为在网路上也教蛮多 就有人就看了我那个YouTube影片 就跑来直接就问我说老师 你可不可以教我算名牌 算哪个号码怎么会开出来 OK 他就想要学这个东西 我说你是搞错方向 我只是教人家 他教程式我不是教那个东西 OK 所以搞错方向 真的还有一个人 他就是我下课都在门口等我 然后他说老师 我这边有所有历来的 那个开奖的database 他真的还整理成esale档 好多好多 很全 然后他说老师你可以教我 把这些资料整理成资料库 然后呢我想要算一下 哪一个号码可能在什么时间点 开出来几率最高 他说愿意付我一些费用或什么的 诸如此类的 不过这我觉得他是搞错方向 OK 好 那再来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 刚刚这个我觉得相对还是算简单的 那雅富股市因为是属于老的网站 所以他没有class 没有class怎么去做处理 我这边做一个分享 所以待会的话这一题完成 那请各位就自己把那个 就是台彩的网站上面 自己再做一个 输出一个结果的一个清单好了 反正你这个清单怎么跑 每个同学自己玩玩看 这一许这个作业好了 因为其实我发现 你们真的功力要精进 第一个是考试 第二个是作业 因为如果你会经过考试不断考测验都过的话 还有作业也每次教都教得很完善的话 应该没有学不会的吧 就怕说你就是都没有特别去自我要求 然后就用看的 然后做一做就贴一贴就算了 这样可能没办法进步 但是也不要压力 我怕说这个好 就是尽量你就是 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把它做出来 OK 所以这一题交给各位 再来的话我们下一题 来看一下有关亚护股市这一题 那亚护股市这边的话 基本上跟前一题也有一点像 但是它基本上 这个网站我刚刚讲过 这个网站因为是很老的网站 所以它会有一些东西没有 所以没有的话怎么办 没有的话就有没有抓的方法 OK 那理论上第一个 我们要抓的就是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里面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区块的东西好了 比如说我这个是水泥个股 当然当日行情里面 它有水泥一直到什么ETN 这个区块的资料 如果我希望全部抓下来的话 然后把它抓到哪里呢 也许就抓到我们的档案 或者database 或者输出成一个CSV档 或者存在资料都OK 不过做存档跟资料库之前 你需要把水泥个股的资料 先抓下来 那我希望怎么样 总共有这些栏位 包含就是股票代号 12345678910 11个栏位的这些资料 通通的帮我把它爬下来 那首先当然一样 我们固定规则 一先检查一下怎么 这个的标签检查一下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是TH 然后外面一层的话是TR 特别是哦 在外面一层是TBody 不过这TBody一般比较少用 有的就直接上面是Table 所以通常它的Table是表格 一个表格 所以这个一个整个表格 它基本上 里面的话 下一列的话就是TR TR的话就是一个Table Row 也就是说这个TR 里面放了很多个TH 因为TH就head Tablehead OK 就是Table里面的蓝 那个head就是蓝位名称 然后再下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就是第一笔资料台泥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就是又另外一个TR TR里面的话 每一个储存格就是TD 那TD里面的话 就会放它里面 该放的资料就放在TD里面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结构 那这边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这个Table 有Table的标签名称 但是没有Class的名称 你会发现这边 奇怪怎么找来找 就没有Class 你在网上找也没有Class 因为它这个网页 基本上是很旧的一个版本 因为那时候CS还没有新盛 所以他们就没有加CSS 我在猜 所以会造成一个问题 没有Class怎么办 如果没有Class 像我的习惯 我就会用另外一招 什么另外一招呢 就是因为我要找的第一个 最大的范围是Table 其实有点像模拟那个什么 模拟那个Excel里面有一个就是抓网页资料 叫重Web功能 它那个重Web功能里面会帮你建一个一个物件 叫亏率Table 亏率Table 就是去帮你查这个网页里面有多少个Table 多少个表格 那我因为我如果已经知道说它是在哪一个表格 我就抓那个表格就好了 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知道它是在哪 第几个Table 所以我刚刚有跟焦哥一个另外一招 Ctrl加F 把这个复制一下 Table 然后Ctrl加F 就是在这个检查原司码这边 按CtrlF的话 这招还蛮重要 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就把Table把它贴到下面 他会跟你讲说有15个Match 意思说有找到15个 不过特别注意 请你在Table前面 再加一个符号 加一个小余 因为如果你不加小余 会变成说你找到的有一些怎么样 它根本就不是标签 有没有发现 这上面这边根本就不是标签 它也找到了 如果找到的话 根本有没有 这上面这些 那就不算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找的是什么 找的应该是网页标签里面的Table 而不是说像这些 这些Table不是我们要找的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在Table前面摘个小余 这个时候本来是15个 有没有 它这个时候就出现7个 也就是说在这个网页里面 有7个Table 那我要知道说到底哪一个是我们要的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请你按什么 向上或向下 那现在在第一个 所以我就向下 你会发现它会跑 好吗 现在 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已经有了 第三个按一下 第三个跑到上面去 第四个 所以你会发现 它第二个好像就整个大的 然后再下一个 下一个是上面这个Table 再下一个 就是这一个 所以理论上 我们再下一个 第五个 第五个什么也是 所以它是一层里面又一层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是第四个 第五个 有没有 所以是这个Table 里面又一个Table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Table 里面又一层Table 那我要的应该是第五个 所以特别是 你要去找到最里面的那个才是 不然的话里面你找到了 你要去抓里面 知道奇怪怎么抓不到 因为它还在里面 所以一层一层的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已经找到第五 看我们第六个 第六个在哪里 第六个跑到下面来 所以下面这个 这个Table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理论上我找到的 就是在这个网页里面 总共有七个Table 七个表格 那你想说老师 可是有些地方 好像看起来不是表格 为什么 因为早期 如果是早期做网页 都用Table去做排版 也就是说其实上面 都是用它来框起来 有点像那个 刚刚的台彩DIV的角色 其实理论上 新的那个网页技术 排版都用DIV的 很少人用Table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判断说 到底这个网站的技术 是新的还是旧的 如果它里面一堆都是用Table 去排版的话 那理论上 这个网站应该超过二十年的 真的 后来没有人在用Table去排版的 早期我们真的用Table去排版 但是后来都用DIV了 OK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我已经知道它的位置在第五个了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那我再来就是用Find Find就直接Find第几个 Find第五个就好了 把第五个抓回来 然后分析第五个里面的东西 再去切切切切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表格切完之后 输出一个CSV 打开就是这个区块 11个栏位的东西 那我该怎么做 OK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一 找到那个Table的位置 二 把那个Table的资料抓下来 去分析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TR或TD 不过我是建议干脆就抓那个TR就好了 TR就是一列 把那一列 一整列抓过来 然后怎么样 切切切切切切切 然后放到我们要的那个 中间要斗点就好了 切切切切 斗点 对不对 然后呢 全部就是每一个 就股票代号斗 最后换行 换下一个 OK 就是CSV 对 输出成CSV好了 这样会比较 如果其实会CSV后面 要转资料库 或转其他的 应该就简单了 而且如果CSV也可以 转成其他格式 OK 试一下 好 好 我说 谢谢大家